今天用牛蹄教你做一道金磅蹄饼 先用火把其表面的毛烧干净 过水的时候记得冷水下锅 随着水温的上升才能有效的把血水慢慢煮出来 个人建议过水的时候不需要下葱姜料酒 因为过水也就一两分钟 怎么可能把它的稍微去除掉呢 去腥提鲜主要还是看后期的烹饪手法 叫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就差你一个小红杏了 你还真别说 差你一个差很多哦 高压锅里下葱姜 牛皮太厚了 必须用压的不然煮不烂 生抽调味 老抽调色 蚝油 蒸味提鲜 冰糖蒸色解腻 盐适当多点才会入味 下一包含有14种香料的卤料包 加啤酒 淹没食材 不够的再加水 高压锅压东西水一定要多一点 不然很容易干 煮开后改小火压一个小时 没错要一个小时才能够烂 只要是鸡鸭儿猪牛羊都可以用此方法来操作 真的是很美味 主要还有500多道香细美食 我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 不要错过哦 包含 闼 冰 冰 冰